大家好,我是姨妹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小麦粉 小麦粉,还有这个糖,糖给它加进去 然后鸡蛋,还有这个黑芝麻 我今天要做一道我们普田的特色小吃 小麦煎饼 现在先把这个小麦粉,还有这个糖给它和一下 倒入新来的水,搅拌一下 要喝尽力 好,差不多了,现在把鸡蛋打进去 好,就像这样子,一直搅拌,一直搅拌 好,然后搅拌到它里面没有小颗粒了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小麦煎饼 所以可以给它活稀一点 好,我们现在开始蒸 先放少许油 然后这个小麦粉 放一勺下去 给它蒸成凉面金黄就可以了 看,不够好看 就给它撒点黑芝麻 卖香还是可以的 好,接着走 好,接着走 好,起锅 好,起锅 我们在旁边撒点油 好,好 快点 这一盏蒸了就完了 赶紧拿出去给孩子们吃 几个在那边缠着都快流口水了 很香 好了好了 装完了 过去过 赶紧进去把几个小孩子都装 一起来吃一下 连巴巴的腕子 都快流口水了 你看 好看吧 先一来先分一块 先分一片就吃 这 我的好吃 你的你的 先给你 很好吃 我们等一下 马上就给你 好吃 很好吃 赶紧吃 太好吃了 打几滴吧 还给你一片 煮点汤 小心一点 慢点吃 来 给你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三杯 好吗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快点吃 多吃点 特别好吃 甜甜的 好吃 喝 因为我们吃 我们现在想跟我们的那个地吃了 好 哈哈哈 嗯 喔 哇 真是太香了 妹妹 妹妹她不可以拿筷子 我快點夾一下 吃不到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喜欢妹妹的朋友 帮忙多关注点赞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